在高雄市一直都有幽眠 收穫的這個阿嬤 在十三個因為中風過心 阿嬤因為不知不知 看到三個家庭藥不到 他每天都會自己做便當 給他雞優吃 這種做好待 已經連續做十七年了 現在阿嬤過心了 雞優 幽眠都吃不甘 阿嬤的好生 現在是說他會繼續來完成 媽媽醫院 繼續來 原本很努力的高雄中都 行得說最近氣氛是真不好 因為在這裡創立 家庭藥 家庭藥 阿嬤 十三個中風不像貴心 在今生最悶的時候 他最要義的遊玩是 要趕緊買第一設定 應救的起點 繼續照顧就寫民眾 林阿漢年輕的時候 生多難過 所以對日常的民眾特別當情 民國八十三年 他沒有一定看到有家庭 在本餐裡面找東西吃 讓他這麼不甘 所以開始做愛心便當 另外和清新花店主菜 每天的房都帶到清晰的車用 來發送不用付的便當 十七年來都沒回過 愛心便當按一個人的 增加到一至三百的 每個開銷最不需要三十萬 每天的行程的消息傳出來 在到北京民眾的鄉營 不是都有人關錢 關實財 不過 行得公的地主 有限期在年底之前要行地 阿嬤法官說要買到新廟 沒想到這裡欠到五百萬 就來離開 阿嬤雖然已經沒地了 不過他怕李大燕說要嫁成 他的委員 施法把幾點起起來 也要繼續讓母就寫 記者入中文台 憲坤 高雄報導